这么多人是怎么看呢 是互相感染海下人些 又没药吃又没蒸大 全都是这样子的人 有人甚至比我还重一点 就这么统坡 又没隔离 又没厕所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有多次砸东西的重疾声 有患者已经出现了焦躁情绪 武汉肺炎失控 感染人数飙升 那么中共宣传正在修建火神山 跟雷神山医院外 又在当地增加了三间方层医院 用于收支肺炎清真患者 但是患者说 隔离所条件急差就像是集中营